Tesla 昨天也有出了一些数据,Tesla 叫做开始全文横行 如果你要向上看,突破都是那两个位,6月底和6月底 756.2号1和792.6号3,其实也是一样,很多东西都会有周期 不是看好就什么时候,虽然你说真的去报道分散月工 你看好长远升,其实是可以的,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你考虑那些波动都挺大的时候,你看好都不等于 就算那种东西是好,它都会有一个周期,都会去到太贵的时候 会被人沽回来,未必等于升,所以我觉得现在开始着横行 但横行其实是一个观察阶段,因为横行你可以向上或者可以向下突破 那你等它突破出来,其实就更加之好了 那刚刚就昨天出了一个数据,Tesla方面,第二季的交付 它都是说因为疫情影响,连续两年交付是有增长的 但今年的第二季就停了,即首度出现贵度交付还地下降 但是实物股价没有什么特别大反应,我想都一早就跌了 而且它其实出现,公布第一季业绩的时候,第一季业绩的时候 第一季业绩的时候,那时候还在九八至一千的,上了一千的 但是出完第一季业绩的时候,第一季业绩很强,即是叫逆细,逆环球的奢势很强 但是它是有讲到的,它说第二季应该会持平或者微跌 应该都是之前说了,不过昨天我看到,综合一些网站的一些分析师的预期 其实它们是出来的数比起预期更加之低的 不过昨天我估价还没什么事,因为昨天市场也赚了 还有,我想都不是太意外,因为它之前是说了,其实它们自己也 但是另一个其他的事情,你说好,它当然都会唱好自己 说未来都会增长好一些,又有新厂 但是它的新厂,现在见到就一样的,它的新厂现在呢 因为还在亏钱,德州和柏林那里,很难去增加产量 那现在就在亏几十亿美元的,Elon Musk也说 因为辨迟短缺,物流的问题,也会跟疫情 或者截止疫情的影响比较大,都是这些的影响,其实就 还没消散到,现在对于整个环球的经济 是 在那里,我已经有那种不在哪里 在哪里,有新厂所 在这间的电视频中,有些人 也有那种不在哪里 在哪里,哪里,哪里 在哪里,哪里有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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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